第171章 一臂一法器 今日 本该人满为患的三仙方被清场了 凌云站在街边 穿着深色的汗衫 配一口铁剑 标准又寻常的江湖人打扮 其实 月之山庄每日都会派弟子潜入小镇打探情报 观察群聚与此的江湖人士的一举一动 今天这活 本该是其他弟子来做 但凌云把活抢过来了 许英罗轻点的活 谁敢跟他抢 他就和谁急 凌云心里最钦佩最崇拜的人物 就是许英罗 以前在宗门里修行 对道手和长老们心怀尊敬或敬畏 但这和钦佩是不一样的 他在镇子里转了一圈 打探到一个重要情报 帝宗的妖道和朝廷的神秘团伙 在三仙方邀请了武林盟交谈 他们霸道的清场 但又似乎不在乎谈话内容被人偷听 所以 任由好事者站在楼下的街边凑热闹 他们一定在暗中商量 怎么对付山庄 凌云禀西宁神 运转耳力 捕捉着二楼的交谈声 见了瞭望台的二楼 精卫分明地坐着三拨客人 一桌是羽衣道士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双眼蕴含着深深的恶意 顾盼间 让人战战兢兢 一桌是裹着黑袍 戴着黑铁面具的神秘人 为首的艺人戴着金色面具 正是这拨人 金尘拉着火炮 轰炸了月之山庄 一桌坐满了花蓉月帽的女子 其中艺人尤为出彩 以轻纱覆面 一双眸子顾盼生辉 如寒秋水 堪称完美的身材比例 让她的身段 胜过在座其他女子 武林盟没有男人了吗 她一群娘们来说是 胸口袖着蓝莲花的中年 倒是冷笑道 蓝莲道长的目光 始终在女子妖娆多姿的 风鱼身段游走 毫不掩饰自己的垂涎和恶意 地宗妖道坏得明明白白 万花楼的楼主 萧月奴 她束手握着一柄银骨小扇 眯着眼 轻轻冷冷地语气说道 有事说事 你若再乱看 我便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泡梅子酒 蓝莲道长黑了一声 非但不惧 反而愈发得肆无忌惮 差点没把挑衅放在眼里 哼 威胁这群疯子 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戴金色面具的黑袍人 发出嘶哑的笑声 她手里捏着瓷碗 碗里盛着梅子酒 边把玩瓷碗 便说道 既然答应结盟 莫格为何半途退出 我们需要武林盟给个交代 萧月奴旦旦道 武林盟麾下所有门派 都是独立的 莫格自己的决定 与武林盟无关 蓝莲道长冷笑道 这就是武林盟的解释 萧魂首容容气不过 怒道 武林盟有武林盟的规矩 轮不到你们智慧 蓝莲道长充满恶意的眼神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啪 银鼓小扇突然展开 挡在荣荣面前 萧月奴这一下出手 显得极为突兀 像是错估了对方 挡了空气 万花楼的几位女长老 敏锐地察觉到一股无形无掷的力量 被楼主挡下来 萧月奴美眸原争 怒火欲喷 你地宗若是想与我武林盟翻脸 萧月奴奉陪到底 蓝莲道长哼了一声 收回目光 并不知道 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荣荣 呆呆坐着 面孔僵硬 过了几秒 他反应过来 冷汗刷的浸润后背 不只是莫格 如果我没料错 明日还会有几个门派退出争夺 萧月奴淡淡道 你们应该知道 许英罗进了月之山庄 他在江湖人士和百姓心里地位很高 莫格不想与他为敌 蓝莲沉声道 恐怕不只是 不想与他为敌吧 我听说武林盟的有些人 打算保许契安 这才是地宗和黑袍人约 武林盟过来的真正原因 戴金色面具的黑袍人哼道 希望萧楼主回去后 转告曹盟主 约束好手下 千万不要 为了几个害群之马 连累了整个武林盟 萧月奴冷笑道 你在威胁武林盟 他意识到有点不对劲 地宗的人过于忌惮月之山庄了 按理说 即便有了李妙真许契安等人支援 但以目前的局势 对方迎面太小 先不论碾压般的四品强者 就凭地宗到手 差不多就能横扫月之山庄 虽说只是一句分身 地宗似乎不愿意有人退出 渴望增强己方力量 这是不是意味着月之山庄内 隐藏着超级高手 才让地宗如此忌惮 想尽办法联合武林盟 萧月奴心里私存 这时 呼听有人嘖嘖道 区区一个许契安 也值得诸位在此浪费口舌 伴随着踩踏楼梯的脚步声 楼梯口 率先上来一位白袍玉带 风度翩翩的公子哥 而后是两尊铁塔般的巨人 戴着斗笠 披着黑袍 蓝连道常回头看去 恶狠狠道 何来的杂鱼 敢打扰本尊一事 白袍公子哥眯了眯眼 淡淡道 左使 长嘴 花音落下 左边那尊铁塔巨汗骤然消失 紧接着 二楼堂内 传来响亮的巴掌声 咔嚓 铺设在地面的木板断裂 蓝连道长半张脸 镶嵌在碎裂的木质地板里 蹊跷流血 萧月奴和戴黄金面具的男人 瞳孔微收缩 前者攥紧引鼓折扇 后者按住了刀柄 地宗的弟子们 哗啦啦起身 充满恶意的眼神 盯着白袍公子哥三人 没死没死没死 白袍公子哥连连摆手 面带微笑 只是给他一个惩罚 我家的奴才下手很有分寸 诸位大可放心 他说话时 始终笑眯眯的 有着木空一切的自傲 这样的人 不是头脑空空的顽固 便是有足够的底气 白袍男子 目光落在萧月奴身上 眼睛猛地一亮 一边抹扎着玉班纸 一边信不走过去 过程中 他与戴金色面具的黑袍男人 擦身而过 黑袍人手指几次动弹 似想拔剑突袭 但最终都选择了放弃 白袍男子嘴角一挑 似冷笑似嘲讽 越过这一桌 迎上阴阴艳艳艳的那一桌 来建州的时候 我派人打听过建州的风土人情 这建州江湖着实无趣 宛如一潭死水 但这建州江湖又很有趣 因为有一个万花楼 都说万花楼的楼主萧月奴 倾国倾城 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则则 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白袍男子接下来的一席话 让万花楼众人眉心直跳 怒火沸腾 这趟游历江湖结束 我便带萧楼主回去 房中正好缺一个事情的妾室 荣荣的师父 豁然起身 脸色阴沉 鼓荡气机 一掌拍向白袍公子哥的胸口 白袍公子哥抬了抬手 恰到好处地击中他的手腕 让这蕴含身后气机的一掌 打中横梁 瓦片 段木碎瓦飞剑中 他探手一捞 把美妇人捞进怀里 嘖嘖道 年纪大了些 但风韵犹存 小爷喜欢你这样的妇人 敢在肖月奴出手前 他见好就收 果断后退 留下羞愤欲绝的美妇人 我是来结盟的 他收敛了浮夸的笑容 透着几分世家大族 浸润出的威严和沉稳 结盟 戴黄金面具的黑袍人反问道 我要莲子 也要许欺安的狗命 白袍公子哥笑道 你们不敢得罪他 我敢 光脚不怕穿鞋的 我现在光着脚 可不管他在百姓心里 形象有多高大 你打算怎么做 黑袍人颇有兴趣地说 白袍公子哥没有说话 大步走到眺望台边 双手撑着护栏 气韵丹田 道 所有人听着 声浪滚滚 立刻吸引来群聚周围的好事者 以及镇上的居民 白袍公子哥伸出左手 剑河 左使默默地 地上一只小巧的 漆黑的方形小河 少主 那人的元神波动 比寻常武夫强大数倍 是月之山庄里的地宗门人 左使压低声音 白袍公子哥顺着他的目光 瞟了一眼乔装打扮过的凌云 没搭理 打开盒子 撵出一枚细针般的小剑 屈指一弹 小剑翻转着 越变越大 变成一柄三尺清风 钉得嵌入轻石铺设的街面 一股股深寒的剑意一出 宣示着他的身份 法器 白袍公子哥宣布道 谁能斩许七安一臂 便赏一柄法器 斩两臂 赏两柄 斩四只 赏四柄 说话过程中 他屈指弹出长剑 让他们一根根地定在街道中央 所有人的目光 都停留在四把交错的法器上 像是磁石遇到了钢丁 再也挪不开 白袍公子哥一锤定音 谁能斩下许七安头颅 这一整合的法器 便是他的 街上炸锅了 白袍公子哥 却转身回了桌边 笑眯眯的四股 万花楼女子们 脸上惊恶震撼的表情 让他嘴角的笑容不断扩大 他盯着黑袍人 又抬头看了眼 已经苏醒的蓝莲道长 淡淡道 江湖散人最看重的无外乎资源 我现在便把资源送到他们面前 你们说 那些人还会敬重许七安吗 还会忌惮他吗 还会不敢得罪他吗 没有散修能抵挡法器的诱惑 我知道 也包括你们 肖月奴冷冷地说道 你这样有何意义 江湖散人杀不死一个 修成金刚神功的高手 白袍公子哥怂怂间 语气轻松 许七安不是念过一句诗吗 忍看小二成心贵 怒上擂台再出手 这便是我的答案 他何许七安有仇 肖月奴恍然 他看了一眼地宗的蓝莲道长 惊恶发现对方竟忍住了恶意 不报复 看来地宗真的 很忌惮月之山庄 黑袍人则露出了笑容 看来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 许公子的仇人来了 他的一位护从 便能轻易打伤四品的蓝莲道长 他视法气为粪土 凌云意识到 这个突然出现在小镇的白袍公子哥 是个可怕的强敌 他翘无声息地后退十几步 然后转身 打算离开 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凌云听见身后跳望台 传来那个白袍公子哥的声音 啊 忘了 还有一件事没做 你是月之山庄的道士吧 凌云瞳孔豁然收缩 只觉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情绪在瞬间有爆炸的倾向 然后 他发现自己走不动到了 双脚仿佛被粘在地上 不不 快动起来 要把消息传回来 要告诉许英罗 他让我来打探情报 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凌云面颊抽搐 身体开始冒汗 额头滚出痘大的汗珠 白袍公子哥出现在他身前 笑眯眯道 你要回去报信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一个散人而已 凌云强撑着说 白袍公子哥招了招手 换来一柄插在街面的长剑 依旧是那副笑眯眯的表情 我没说不让你报信 不过 他顿了顿 宁笑道 很抱歉 你得爬着回去了 他冷漠的灰剑 光芒一闪 凌云膝盖触猛的一尘 两只小腿离开了主人 哎呀 他撕心裂肺地嚎叫起来 疼得满地打滚 白袍公子哥看了他一眼 好心提醒 赶紧爬回来 说不定还能在血液流干之前得到救治 说完 仰了仰手里的剑 道 各位看到了吗 货真价实的法器 明日莲子成熟之时 你们人人都有机会 斩杀许其安 少主 如果被主人知道 你会被责罚的 主人说过 不要轻易招惹他 左使传音劝戒 不招惹他 那我这次外出游历的意义何在 白袍公子哥冷笑一声 你说 我要是把那小子带回去 这般坡天的功劳 我的地位是不是将稳入泰山 此次游历 魔力武道是主要目的 但见一见那个本该死在 惊察年尾的小子 同样是他的目的 惊察以来 他陆陆续续不断听到 关于许其安的事迹 愤怒的心里发狂 兴许的有多风光 他心里就有多愤怒 那些荣光 那些奇遇 本来应该是他的 最重要的是 气遇 也是他的 午膳过后 许其安独自一人 在僻静的院子里 修行天地一刀斩的前置过程 让气息和气血往内坍塌 凝成一股 触类旁通 以此来加强对身体力量的掌控 加快化尽的修行 他感觉自己隐隐达到了瓶颈 只差临门一脚 就让踢开无品的大门 总感觉差了点什么 希望明日的战斗 能让我如愿以偿的噤声 许其安耳廓一动 听见略显轻盈的脚步声 朝这边奔过来 他当即收工 扭头 看见月之山庄的庄华秋禅一 小脸发白 大眼睛里蓄满泪水 与许其安目光对上后 泪珠就如同断线珍珠 啪哒啪哒地滚落 秋禅一抽抽叶叶地说 许公子 凌云 凌云死了 第172章 报仇不隔夜 许其安心里陡然一沉 抬手一抓 射来依靠在假山边的佩刀 大步迎上眼圈红肿的少女 她在哪里 已经送回庄里了 秋禅一带着许其安朝外走去 一边抽气 一边说 凌云是被人送回来的 腿被人砍断了 我们照不出她的魂魄 白莲师叔说 她有心愿未了 许其安嘴角抿出一个冷力的弧线 穿过花园 顺着青石铺设的路 两人来到一处院子 临近后 听见一声声哀气 院子里人头传动 主屋的门敞开着 金莲和白莲 楚元枕和李妙真等人都在屋中 其余弟子站在院子里 此外 许其安还看见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莫格的柳公子 许其安跨过门槛 目光扫了一圈 落在床上 那里躺着一个年轻人 双眼圆睁 脸色惨白 早已死去多时 他的双腿从膝盖处被斩断 切口平齐 出手者不但实力强大 武器还异常锋利 许其安深吸一口气 让声音保持平静 谁干的 柳公子拱手 沉声道 是一个神秘的年轻人 穿着白袍 身边领着两个戴斗力的巨人 听说他在三先方 和地宗的蓝莲道长发生冲突 身边的巨人一巴掌 就把蓝莲道长打伤 酒楼堂内 属于相对封闭的空间 双方距离不会太远 武者对其他体系 有压倒性的优势 但哪怕蓝莲道长 在莲花道市里 属于中下游水平 对方实力 至少也是资深四平 许其安眠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柳公子继续说道 而后 那人当众发布悬赏 一口气取出四把法器 扬言说 谁能斩许公子一臂 就赏一把法器 斩四肢 赏四把 若能斩下 斩下许公子首级 便将整个剑盒里所有法器 都赠予立功者 李妙真冷笑道 狂妄自大 他似乎比许其安还要愤怒 楚元枕眉头微皱 理智地分析道 如此看来 那白袍公子 是冲着宁念你来的 横远双手合十 摇头道 阿弥陀佛 平僧觉得不太可能 许大人之前身在京城 今日刚来剑州 消息不可能传得这么快 甚至引来他的仇人 除非那位白袍公子 本身就在剑州 但柳公子说过 那人身份神秘 并非剑州人士 所以 他应该是冲着帘子来的 横远大师 智商还是在基准线之上的 大概和李妙真不相上下 金莲道长看向许其安 沉声道 你对这人有印象吗 我不认识他 许其安摇头 顿了顿 冷笑道 但我大概明白 他属于哪方势力了 纵观九州 诸多势力 各大体系 谁能轻易拿出这么多法器 并视如草剑 思天剑可以 但思天剑不是唯一 准确的说法是 术士才能做到 而且必须是高品术士 到了四品镇法师 才能炼制法器 那位白袍公子 背后有高品术士支持 非思天剑出身的高品术士 许其安可就太熟悉了 我身上的气韵 和神秘术士团伙有关 而他们本想在借着睡盈案 对我下手 那个白袍公子哥 应该知道气韵的事 否则 他不会对我展现出 如此强烈的敌意 神秘术士团伙 终于要对我下手了 许其安呼吸略微急促 但很快他否定了这个猜测 横远大师说的没错 这是一场偶遇 那白袍公子哥 应该是恰逢其会 知道了 他身在剑州 如此高调的作态 不符合那位神秘术士的风格 应该不是他在幕后操纵 是运气使然 让我和那个白袍公子哥遭遇 这样的话 对我来说 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杀了他 招魂 解开一切疑惑 众人见他沉默 没有想要解释的迹象 便没有追问 柳公子说道 而后 那位白袍公子 抓住了凌云 斩了他的双腿 并让他爬着回去 我当时并不在场 得知消息后 就立刻赶了过去 说到这里 柳公子露出怒容 我看见凌云在街上爬着 拖出长长的两道血迹 他当时已经一时模糊了 还在努力地爬 那白袍公子 就在凌云边上跟着 手里捧着梅子酒 笑嘻嘻地看热闹 不允许旁人去救凌云 凌云一直爬到阵子外 才死的 等那位白袍公子离开 我 我才敢上前 把他带回来 对不起 李妙真咬牙切齿 白莲道姑俏脸如照寒霜 他刚才已经听过一遍 但依然难掩目火 金莲师兄 我天地会已经 落落到这个地步了吗 谁都可以踩一脚 白莲道姑哀声道 凌云是我们 看着长大的孩子 金莲道长看着许七安 沉声道 她的魂魄照不出来 眼睛也合不上去 你有什么要对她说的吗 许七安走到床边 无声地看着凌云 伴上 轻声道 你完成任务了 她伸出手 在凌云脸上抹了一下 眼睛合上了 许七安如遭雷击 金莲道长安未到 对于道门弟子来说 死亡不是终点 我们会把她的魂魄 养起来的 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陪伴在我们身边 许七安不置可否 看向众人 那么现在的局势很危险了 武林盟 地宗 怀王密探 以及这个突然出现的家伙 他的实力不清楚 但身边两个互从 最少是巅峰的四品 而且 法器众多是可以预料的 明日 即使我们有阵法加持 光凭我们几个 真的能抵挡这么多高手吗 这个问题 在场众人也思考过 结论让人失望 先前沉浸在凌云遭遇的怒火里 一直没有人提及罢了 金莲道长眼里闪过忧色 让所有弟子退出院子 我有一个想法 许七安低声道 众人立刻看了过来 白莲道姑出门 遣散了院内的弟子们 待房门关闭后 许七安缓缓说道 既然主场的优势被压缩 与其明日等待敌人集结 不如主动出击 分而化之 他迎着众人的目光 沉生道 杀过去 黄昏后 杀过去 白莲道姑没想到 他会说出这样的胡话 脱口出 不行的 我们要守护莲子 怎么能杀到镇子去 再说 镇子如今高手如云 你们如果没有阵法的加持 根本不可能战胜他们 舍弃主场优势 杀入敌营 这是在自寻死路 许七安说道 那家伙故意把动静闹得这么大 并折辱凌云 不就是想赢我过去吗 他肯定知道我的底细 了解我的脾气 不管是当初刀斩上级 还是云州时的独挡叛军 乃至后来的斩杀国公 都足以说明 许七安是一个冲动暴躁的武夫 那家伙白日里的所作所为 要么是性格本就如此 要么是想引他自投罗网 那你还去 李妙真醋眉 我说要杀过去 但我没说要在镇子里打 许七安冷笑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楚元枕一愣 许七安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分析 明日 镇子上集结的势力 会大举进攻 我们要承受所有压力 武林盟的高手 地宗的高手 怀王的密探 以及新出现的那个小杂种 正因为这样 即使有阵法加持 我们也未必能胜 但如果提前分割敌人呢 一刻钟后 许七安离开院子 看见天地会的弟子们 没有散去 集结在院子外 秋缠一红着眼圈 往前走了几步 少女脸上带着期盼 许公子 你 你会为凌云报仇的 对吧 许七安无声汗手 众弟子坐一行礼 小镇 某处民居 荣荣姑娘坐在院子的小木扎上 拖着塞 望着天空发呆 你在担心什么 柔妹动听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荣荣连忙从小木扎蹦起 低着头 楼主 萧月奴微微汗手 秋水明眸在荣荣身上转了一圈 笑道 回来后 一边四处打听那位公子的身份 瞧上人家了 荣荣一愣 苦笑摇头 看来是瞧上他了 不 不是 荣荣刚要解释 萧月奴的一句话 便让他哑口无言 我说的是许七安 荣荣细弱文音地说 也不是了 弟子只是敬佩他 仰慕他 才为他担心 仰慕是不分男女的 比如 和他关系极好的莫格柳公子 也非常仰慕许英罗 萧月奴点点头 那位白袍公子哥 来历神秘 身边的两个护从 实力极其强大 即使在剑州 也属于顶尖行列 他自身实力 没有展露出来 但也绝不弱 荣荣忧心忡忡 我能感觉出来 很多人都被那些法器诱惑了 明日许英罗恐怕危险了 惹上这么强大 又财大气粗的敌人 危险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 许英罗实力同样不弱 又有金刚神功护身 虽然不是那两个护从的对手 但逃命是没问题的 萧月奴宽慰道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黄昏后 小镇的客栈 白袍玉带的球签 副手站在窗边 两名巨汉坐在桌边 一个沉默不语 一个沉声劝戒 少主 你这样会打乱计划的 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 球签冷笑道 我的处境 你应该清楚 什么都不做 只会让我更加艰难 可是 若能勤拿许契安 把他带回去 一切的威胁和觊觎 将烟消云散 再无人能撼动我的位置 左使继续劝戒 一个拥有大气韵的人 总会逢凶化吉 即使是那位 也只能顺其自然 否则他早就死了 还需要您出手 球签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悦 气韵并不是万能的 不然 谁还修行 都争夺气韵算了 他扭头 看了一眼西边的落日 择了一声 看来是小觑他了 竟然没有上钩 嗯 也有可能是身边的同伴 拦住了他 正说着 客房的门敲响 继而被推开 球签皱着眉头回身 看见一个俊美无仇的年轻人 站在门外 后腰别着一把佩刀 冰冷的目光扫过三人 看着这个显然是易容了的家伙 球签脸上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许齐安 是我 许齐安点头 给予肯定的答复 你果然来了 球签露出计划得逞的笑容 我分析过你的性格 冲动强势 眼里柔步的沙子 我在镇上公然挑衅 杀了那个地宗弟子 以你的性格 绝对不会忍 我猜到了 许齐安点头 再次给予肯定的答复 那你有没有猜到 地宗的入魔道士 怀王的密谈 此时已经把整个客栈包围了 球签笑容里 带着掌控局势的自信 有位前辈告诉过我 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 只要把握住 就能一击致命 几道强横的气息 靠拢了过来 逼近客栈 球签脸上笑容更深 你确实把握住了 我性格的弱点 始终面无表情的许齐安 露出了冷笑 自作聪明的家伙 话音落下 一道白衣人影 突兀地出现在房间 伴随着低沉的迎送 海盗尽头天作案 树到绝顶我为风 他一脚踏下 地面亮起阵纹 迅速覆盖整个客房 下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消失不见 第173章 死战轰 咔嚓 房间内众人消失的瞬间 急到人影便冲了过来 撞破窗户和墙壁 他们分别是两个 戴金色面具的黑袍人 三个道袍胸口 绣着蓝帘 绿帘 清廉的中年道士 戴金色面具 戴号天机的天字号密探 扫了一眼房内 沉声道 应该是传送 刚才竟然没有发现他的艺容 他们一直埋伏在附近 盯着 进入客栈的每一个人 以他们的目力 不需要近距离审视 就能看透人皮面具 这类伪装 另一位戴金色面具的 黑袍人开口 声音冷脆 杨千焕也来了 嗯 天机点头 许其安和思天剑的舒适 交情向来很好 这并不奇怪 女子密探冷哼道 他想分割我们 逐个击破 地宗的清廉道长 漠然冷笑 愚蠢 戴号天书的女子 密探扫了他一眼 说道 四品术师的传送 距离极限 大概是三十里 不算太远 唯一不确定的 是他把人传送 去哪个方向 天机沉吟道 不能再等了 分头追踪 嗯 术师的传送 可以被打断 方才可能是出其不意 以那两位高手的实力 不可能再来第二次 你们别追太远 如果一直没有气急波动 说明方向错了 立刻调转方向 此时 客栈外 多古人马杀到 有穿羽衣道袍的 地宗弟子 有暗中组成联盟的 江湖散人 有怀王密探 也有被惊动的 武林盟势力 百余人集结在客栈之外 街上 弄堂全是人 这是一场 有预谋的埋伏 白天在三仙方结盟后 白袍公子哥 道出自己的计划 密探和地宗道士们 认为可以一世 结果 还真等来了对方 没预料到的是 月之山庄里 还藏着一个四品术师 五位四品冲出客栈 天机环顾一圈 道 我负责西边 剩下的方向 他忽然沉默下来 扭头看向街道前方 沉重的脚步声 从那边传来 每一步都造成 轻微的地震效果 各方人马的视线里 一个少女狂奔而来 高举着 高举着一尊火炮 黑猴 他借着奔跑的惯性 用力投掷出火炮 呼 钢铁巨兽旋转着扑向众人 隐隐携带着风声 众人下意识地四散开来 抱头鼠窜 天机大步迎了上去 过程中扯下披风 手腕一抖 抖出海巢般的契机 一次次推撞在火炮上 抵消他的冲撞之力 天机探出手 接住火炮 随手丢在路边 发出轰一声巨响 你们先走 我来收拾这个 立鼓步的女娃子 天机冷哼道 这女娃子挺俊的 记得别杀了 留给道友玩玩 蓝莲道长 阴阳怪气地笑道 天机皱了皱眉 有些反感地宗 倒是无处不在的恶意 淡淡道 我对狄从不手软 蓝莲道长 吃笑一声 带着门内弟子朝大街另一侧而去 阿弥陀佛 一个魁梧的和尚 拦住了去路 即在同时 两道剑光盾来 李妙真和楚元 枕踩着飞剑 截住剩下三位四品 果然是早有预谋 倒是小觑你们了 天机沉声道 废话少说 上次在楚州 算你们跑得快 李妙真脾气暴躁 女子密探天疏迷着眼 韩生道 李妙真 正要找你好好算这笔账 她玄机笑道 你以为我们只有这一点不止 楚元整微微一笑 同样的话 也还给你 小镇里到处都是高手 尤其是客栈 这几天早就被江湖人士霸占 战斗开启的瞬间 客栈里的江湖人士纷纷逃出 而住在远处的江湖人士 以及武林盟其他门派 则纷纷赶来 发生什么事了 蓉蓉姑娘推开房间的门 发现长老们早就聚集在院子里 而楼主站在屋脊 遥望客栈方向 客栈那边打起来了 根据契机波动推测 四品级的 肖月奴回过神 俯瞰着院子里的门人 沉声道 立刻疏散镇中百姓 不愿意配合的 就采取暴力手段 是 万花楼弟子和长老们齐声道 楼主 产生矛盾的是哪些人 蓉蓉脆声问道 然后 他就看见楼主肖月奴 眼神一下 变得复杂 缓缓道 许七安杀过来了 什么 众人惊呼 这还真是他的风格 蓉蓉一下子扭头 看向客栈方向 镇子外 三道人影踩着飞剑 低空击掠 他们穿着铜色的道袍 一个胸口袖着红莲 一个胸口袖着成莲 一个胸口袖着黄莲 其中 红莲和成莲两位道长 头发花白 年岁不小 黄莲则是中年人形象 明显比前两者岁数要小 在南边 南边有气机波动 黄莲感应了片刻 驾驭着飞剑 冲在前头 除了道手一直在警惕楚州时 出现过的那位神秘强者 地宗的所有莲花道士 都在小镇 李妙珍等人 拦住了客栈里的几位四品 却拦不住他们 赤城皇三位道长 原本就是压阵的 防备其他意外 如今正好是他们出手的时机 莲花道士们 虽然堕入魔道 时常难以控制自己的恶念 但脑子并没有跟着一起坏掉 嘿 真是个头脑简单至极的匹夫 杀他一个人 便真的气冲冲地前来自投罗网 成莲道长吃笑一声 恶意张扬的脸上浮现不屑之色 武夫就是武夫 粗鄙地让人怜悯 金莲请一个武夫来助阵 是他最大的败笔 各大体系中 只有我到门地宗的魔道 才是永恒的 赤莲道长弹弹道 只要能杀死这几个年轻的高手 哪怕只是重创 明日金莲就守不住莲子 如果金莲狗急跳墙毁了莲子 固然让人心疼痛惜 但损失最大的 依旧是金莲自己 很快 三位道长看见了交战的双方 那是一个蓄美然的中年剑客 一个带着玄铁拳套 裸露壮硕胸膛的汉子 察觉到三位莲花道士的到来在 两人默契地停手 露出友善的笑容 等你们很久了 赤城皇三位道长 脸色齐齐一僵 距离镇子三十里外 平缓的山坡上 同时出现五道身影 囚签略显惊惊慌的四处打量 看清周围景象后 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则则笑道 说实话 我以为你会把我们传送到月之山庄 那样的话 小爷我就真的危险了 刚才是猝不及防 现在 你别想再带我们传送 我是该说你聪明呢 还是愚蠢 他突然笑了起来 笑得前腐后仰 姿态嚣张 我觉得你很聪明 因为你懂得产妹讨好我 把自己送上门来找死 许其安缓缓抽出黑金长刀 杀你这条杂鱼 我和杨师兄足够了 李妙真等人都在小镇 把他们传送去山庄 没有意义 首先 九色莲花受不得强大的契机波动 莲花虽是至宝 但他的神意又不在防御方面 其次 白袍公子哥的两名护从 实力极强 一旦在山庄打起来 肯定会牵连天地会弟子 虽然他们明日不可避免地 要投入战斗 最后 杨千焕布置了好几重防御阵法 就像守城一样 敌人若想爬上城墙 就得付出尸山血海的代价 哪有平白把敌军送上城头的道理 杨千焕喝一声 摇头道 我不会出手 卑贱的蝼蚁并不值得我出手 仇千眉毛一扬 竟不可遏制地涌起怒火 他深深反感着 这个白衣术士说话的语气 以及巨傲的态度 如果你是故意惹我发怒 那么你成功了 仇千冷笑道 你也配 杨千焕淡淡道 不敢用真面目示人 是害怕被我报复 仇千盯着对方的后脑勺 对此 杨千焕只是简单地喝了一声 仇千面皮抽搐一下 沉声道 左右屎 给我杀了这家伙 沉默寡言的幼屎骤然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在杨千焕身后 一拳倒出 他的拳头 穿透了杨千焕的身体 但打中的只是残影 白衣术士出现在远处 还是那副故作淡然的欠奏语气 道 粗鄙的武夫 对付你们 就像戏耍愚蠢的老鼠 不 老鼠急了还咬人 而等是爬虫 杀了他 求千利声道 杨师兄很会拉丑恨啊 这话连许欺安听了 都有些不舒服 刚才没看见 他弯西蓄力 就像闪现一般出现在杨师兄身后 这是无品化尽的神意 完美地掌控肉身力量 我以前没看懂 为什么杨焕他们出手时 都是忽赏忽现 现在终于懂了 杨千焕不紧不慢地从怀里 取出一个铁盒子 打开 一尊尊火炮 闯弩出现在他身侧 把他拱位在中央 同时 一把把火冲浮现 散布在他身周的虚空 火炮 闯弩 火冲 都刻露了阵纹 威力是普通同类火器的十倍不止 杨千焕脚下浮现阵纹 将这些重型武器囊括其中 他们仿佛和杨千焕化为一体 随着他一同传送 忽赏忽现 粗鄙的武夫 让你知道术士的伟大和可怕 杨千焕打了个响指 闯弩 炮口 枪口 同时对准带斗力 穿斗篷的诱士 轰轰轰 蹦蹦蹦 啪啪啪 火力骑射 铜皮铁骨之躯的诱士 也不敢硬抗如此密集 如此可怕的火力覆盖 凭借武夫强悍的爆发力 绕着杨千焕狂奔 想绕到侧面突袭 但掌控传送能力的杨千焕 速度比他更快 总能提前改变方位 调整炮口 逼得诱士不断地中断突击的想法 继续绕圈子 弩剑刺入地表 火炮撕裂大地 见其土块和碎石 制造出耀眼的火光 以及轰隆的巨响 杨千焕的铁盒子 宛如不见底的白宝袋 源源不断地补充弹药 弩剑 突然 刚才还被火力输出逼迫的 无可奈何的诱使 此刻诡异地消失不见 魁吾高大的壮汉 紧接着出现在杨千焕身后 距离他只有三尺不到 对于一位四品巅峰级的武夫来说 这个距离可以中创 甚至格杀同品级 其他体系的高手 轻而易举 但幼时依旧只攻击 到了残硬 好险 差点阴沟里翻船 杨千焕出现在数十丈外 后背冒出了一层冷汗 表面却很淡定 你用传送法器对付我 用术士手段对付我 是该说你聪明 还是说你愚蠢 我觉得你很聪明 因为你成功 让我体会到了 智商碾压的愉悦 杨师兄作为一名术士 专业能力还是很强的呀 刚才我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原来是我瞎操心了 他根本就是游刃有余 许其安缓缓点头 心里大石落下 他被杨千焕 吻如老狗的声线感染 不再关注杨千焕的战斗 他拎着刀 缓步走向球千和幼时 该我们的时间了 球千挑起嘴角 迎了上来 道 左使 你替我压阵 我去对付这个小杂碎 左使皱了皱眉 习惯性劝诫 少主 您是千金之躯 怎么能以身犯险 我与您联手杀了他 这是最稳妥的方式 生死之争 没必要一起用事 许其安点点头 两个一起上 否则凭你一个蝼蚁 我能打十个 他语气平静 脸色平静 仿佛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实 球千宁笑道 我自幼苦修武道 日夜不错 自问不输任何同辈 大奉人人都夸你 许其安天赋一禀 是不输赠北王的天才 但我知道 你不过是仗着他的家身 连获其遇 才让你有如今的地位 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他缓步迎上许其安 探出右掌 左使连忙打开漆黑幕盒 河中飞出一柄小剑 迅速膨胀 化作一柄宛如秋水的长剑 此剑如秋水般剔透 似乎能吸收天空的月光 剑刃和剑挤 蒙上一层浅浅的 如水般的光滑 他果然知道 身负气韵 并心怀疾恨 许其安心头一热 迫不及待想杀人招魂 两人身影同时消失 不同的是 许其安原本站立的地方 喷一声献出两个身身脚印 而绸迁却没有 定 下一刻 半空中出现刺目的火星 之后才凸显出两人的身影 刀剑护底 你的配刀 是尖正炼制的法器 但我这把月影 也不差 绸迁骤然发力 竟把许其安推了出去 剑光紧随而至 十几道剑光 几乎同时抱起 斩击许其安的胸口 四肢 喉咙 带起一连串刺目的火星 无凭 献出金刚神功的许其安 皱了皱眉 体会着被剑光斩击的地方 传来隐约的刺痛 相信了对方的剑 是不输黑金长刀的神兵 我说过 没了气韵加深 你就是个杂碎而已 今天 我要碾压你 斩断你的四肢 把你削成人棍 不但如此 我还要把你的东西都抢过来 说到最后一句时 球迁的残影消散 真身出现在许其安身侧 做出最完美的斩击 武者对危机的本能 给许其安带来了预警 让他提前捕捉到相关画面 当即挥舞黑金长刀格挡 定 又是刺目的火星爆起 仇前表情猛的僵硬 瞳孔出现短暂的患散 星剑 先前的一击 只是摸底试探 此人不是四品 没有摸索出意 那么他的星剑 就可以有效地震荡对方原神 许其安一击得手 紧接着便是一声震耳欲龙的狮子吼 再次震荡对方原神 同时 他运足契机 一刀斩向对方头颅 没时间施展天地一刀斩 他要赶在那个压阵的壮汉反应过来前 斩了这个狂妄的家伙 第174章 斩敌 嗡 刀锋在筹签驳梗三寸处遭遇了抵挡 一道氢气屏障升起 黑金长刀的刀锋斩在旗上 立刻荡起波纹 疯狂泄力 许其安一刀未能得手 立刻后退 没有犹豫 杨师兄 来一炮 许其安大吼 呼 一颗炮弹裹挟着凄厉的破空声 直直撞中筹签 轰得炸开 火光瞬间照亮四周 浓烟滚滚 左使站在远处旁观 似乎早知道 这一刀一炮 无法伤害少主 因此没有采取救援措施 但习惯性地出言劝戒 少主 不要拖了 老奴发现 此子元神异于常人 极难对付 此时 球签摆脱了晕眩效果 头皮微微发麻 涌起后怕的情绪 他手掌托起 挂在腰带的紫色玉佩 吐出一口气 好险 要不是有这护身至宝 刚才我以人头落地 嘿 你有金刚不败护体 我也有护身法器 克金玩家都该死 许七安撇了 隐远处炮火连天的杨千焕 重新把注意力 集中在绸千身上 绸千冷笑道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是天之骄子 是不输镇北王的天骄 是崛起于扶贫中的人物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你只不过 是个卑微的可怜虫 你自以为了不起 不过是我们家 施舍给你的权利罢了 你们家 许七安随手挥舞长刀 砰砰两声 打散绸千斩来的剑气 绸千没再多说 拎着剑杀了过来 两个年轻高手 迅速冲撞在一起 刀和剑的交击声 绵密成一片 可见碰撞有多激烈 绸千是无品化镜 力量强于许七安 本该以碾压的姿势 殴打许七安 但让他恼怒的是 此子刀法极其古怪 每一次冰刃碰撞 都会伴随着强烈的血运 他的节奏每次都会被打断 偶尔施展暴力 月影剑斩中他的身体 也只是带来刺目火星 打不破他的不败精神 该死的家伙 区区一个六品 竟如此难缠 绸千一剑阵开许七安 没有追击 盯着金光闪闪的年轻人 缓缓道 我自从练武以来 只练过一种刀法 名字叫九环刀 这种刀法 一环扣一环 一刀叠一刀 自从刀法修成以来 同辈之中 我便没有遇到过对手 绸千指尖划过剑戟 挑衅地盯着他 比实力你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敢不敢接我九刀 说完 他提着剑 大步狂奔 距离他冲天而起 一跃十几丈高 宛如扑击的苍鹰 月影剑高高举起 疯狂摄取月滑 不是说刀法吗 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声 横起黑金长刀格挡 定 横刀挡住竖剑 火星一亮 狂暴的契机 呈涟漪炸开 月影剑一盏到底 在黑金长刀的锋刃上 擦出刺目的火星 绸千趁势悬身 第二刀紧随而至 当当当当 他仿佛化身陀罗 一刀接一刀 宛如海巢 每一刀的余事 积累到下一刀 一刀强过一刀 好强 许七安假装量枪后退 刀光冲击的战力不稳 拉开一段距离后 他把刀收回刀鞘 收敛了所有情绪 坍塌了所有奇迹 月影剑爆发出耀眼的光滑 与天空的明月交相辉映 忘了告诉你 月影剑有灵 能自行吞噬月光 夜里时是他最凶的时候 球千宁笑着 悬身斩出了最后一刀 这一刀 达到了四品之下的极限 仿佛是世上最惊艳的刀光 枪 冰刃出翘身后发现痣 夜色中 一抹暗沉沉的刀光亮起 他极尽内敛 快到超过了光 天地一刀斩 时隔多月 许七安终于施展出了 他的成名绝技 他 唯一绝技 球千看见了一抹暗沉沉的刀光 一闪即逝 紧接着 月影剑上凝聚的光滑 轰然炸散 虎口崩裂 长剑脱手飞出 那抹快到超越光的刀芒 击撞在青光屏障上 双方僵持了几秒 刀芒无奈炸成暴雨般的细碎契机 在周遭地面 留下一道道浅浅的深坑 球千亮枪跌退 难以置信地低头 看着腰间挂着的紫色玉佩 这件能挡四平五夫的护身法器 出现了一道裂缝 球千脸色陡然僵住 南南道 怎么可能 他知道 许七安掌控一种极其强大的刀法 爆发力极强 在许七安还是炼神禁时 便曾依仗这种刀法 斩破铜皮铁骨筋肉身 不过这种刀法惊鸿一现后 他便不再使用了 这会让人误以为 那只是前期试用的刀法 缺陷极大 随着修为提升 渐渐后继无力 便弃用了 同辈之中 没有遇到过对手 许七安反转刀身 失笑道 就这 绸千脸色铁青 就在这时 远处的左屎撩开斗篷 斗篷底下藏着一把造型独特 宛如巨鸟斩翼的巨大弓弩 对准许七安扣动扳机 蹦 箭矢射出后 猛的膨胀初次目的光芒 化作一道流光机事来 许七安本能地避退 躲开威力齐绝的这一剑 其料箭矢仿佛锁定了它 冲出数十战后 猛的一个折转 又射了回来 并且违背力学定律 速度比离弦时更快 威力更强 这只剑叫无悔 剑出无悔 是我这次带出来的法器中 最特殊 最强大的一剑 求千笑眯眯地看戏 他平复了刚才的恼怒 压下了内心涌起的 不想承认的极度和挫败感 许七安躲了两次后 恶然发现 箭矢的气势更雄厚 速度更快 似乎每一次射空 都会为他积累力量 这不科学 他的动力源在哪里 许七安心里生起困惑 本能地用前世的知识 来尝试理解眼前的情况 我不信 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还能叠加到无穷大 许七安心里嘀咕着 却不敢拿自己安危来堵 跨前一步 主动迎上箭矢 一刀斩下 哄 箭矢所化的流光炸散 碎片 光屑 击撞在许七安的金身表面 剑起一道道金色光屑 连绵不绝 声音如同一百把散弹枪 打在钢板墙壁 好不容易挨过去 许七安的金身暗淡无光 遭了重创 处在破宫的边缘 随后 他发现自己不能动弹了 一道亮银色的近光定住了他 偷袭得手的筹签 没有废话和犹豫 摘下腰间的皮革腰带 奋力一抖手 一架架火炮出现 一架架床弩出现 火炮抬起炮口 床弩对准许七安 不得不承认 你的强大 出乎我的预料 身为六瓶的你 竟能打破我的护体法器 刚才那一刀 若无法弃护体 单凭铜皮 铁骨我必死无疑 再让你成长下去 就真的养虎为患了 当然 你没机会成长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头顶悬着的屠刀 即将落下 瞅前脸色阴沉地盯着许七安 不再掩饰自己的嫉妒和憎恶 比身份你不及我高贵 比帮手护从 你不及我 比手段谋略 你依然被我玩弄鼓掌之中 你拿什么跟我斗 你不过是个占了我便宜的剑名 如今你拥有的一切 本该是我的 不过我所谓了 我对失败者向来仁慈 今日不杀你 斩你手脚 费你修为 带回去邀功 左使称赞道 少主天资聪颖 是人中龙凤 但不可自傲 赶紧动手吧 免得夜长梦多 出现意外 哄哄哄 蹦蹦蹦 他复制了杨千焕的操作 利用战场上 才会使用的重型杀伤法器 对付一个六品的武服 面对铺天盖地的法器 许七安只念了三个字 打偏了 密集的炮弹 弩箭突然变向 或向左偏 或往右飘 或向上幅 完美地避开了目标 言出法随的时效还在 你 球牵瞳孔疏然收缩 难以置信 他脸色陡然胀红 继而铁青 咆哮道 不可能 你没有机会施展 儒家法术书籍 你根本没机会使用 他知道 许七安拥有儒家法术书籍 一直严防死守他使用 从头到尾 都没见他使用过 许七安喝了一声 难道你以为我刚才 让杨千焕开的一炮 是头脑一热 杨千焕突兀地出现在附近 悠悠补刀 武夫就是武夫 粗鄙地让人怜悯 他富而消失 继续和右使玩起追逐战 球牵身子一晃 其实许七安还有一个速胜的办法 只需要吟诵一声 我的契机增强十倍 他保证能一刀秒杀仇千 代价是 许阴罗与仇人同归于尽 儒家的言出法随 是对规则的践踏 他是会遭规则反噬的 许七安一开始不知道这个内幕 天人之争时 念了一句 我的元神增强十倍 代价是 法术效果过去后 元神四分五裂 幸而李妙珍及时醒来 发现男网友吹牛皮吹炸了 但还可以抢救 连忙收集他的残魂 利用天宗法术修补了魂魄 晚苏醒一刻中 许七安就真的与世长辞 只能说气运滔天 如何合理地使用儒家法术 许七安总结出来的心得是 尽量只吹合理的小牛皮 他的第一个牛皮是 天地一刀斩后 一阵延后两刻钟 第二个牛皮是打偏了 都属于清新脱俗的小牛皮 许七安收刀回翘 低声道 我在他身后 话音落下 他的身影在静光中突兀消失 下一刻便出现在了酬签身后 枪 天地一刀斩 再次出窍 黑沉沉的刀光一闪即逝 碰 咔嚓 酬签听到了腰间玉佩碎裂的声音 听见了屏障炸裂的闷响 紧接着 身体一沉 跌倒在地 他的膝盖离开了身体 鲜血狂流 啊 酬签痛苦地嘶吼起来 少主 左使抱贺一声 急冲而来 快救我 快救我 酬签眼睛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 以左使的强大 击杀金刚神功濒临破弓的许七安 不过是举手之劳 杨千焕正被幼使追逐 这会儿就算反应过来 最多就是带走许七安 如此 他反而保住了性命 左使身形一闪 化作残影扑来 区区十几丈的距离 甚至不用一息 就在这时 只见一道黑影高速奔来 似乎预判了左使的路线 碰 竟一头撞中左使 把他撞飞出去 犹如一颗出唐的炮弹 那是一个滋容角色的美人 穿着打更人制服 胸口袖着一面金螺 他似乎有些头晕 摇摇晃晃的站立不稳 随后他又消失了 远处传来气机爆炸的响动 以及左使的怒吼 瞅千眼里的亮光 慢慢暗淡 要不给你一刻钟 你能爬出二十丈 我便放你一条生路 许七安拄着刀 笑音音地说道 好心提醒 赶紧爬 说不定还能在血液流干之前得到救治 球签神经制式地尖叫一声 奋力往前爬 在地面拖出两条烟红的血迹 恐惧在这位忠鸣鼎时的年轻人心里炸开 他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在这股气息里战战兢兢 等他像调拜狗般爬出一段距离 许七安俯身 抓起球签的头发 强迫他望着远处的战斗 低声道 论战力 你不如我 论手段你不如我 论计谋 你还是不如我 你 拿什么跟我斗 杀人珠希 仇谦眼里的那钉点光芒彻底暗淡 只留下沉沉的绝望 左使狂吼道 你不能杀他 许七安 你不能杀他 他若是死了 主人会灭你九族 那你可看仔细了 许七安举起刀 窃下了仇谦的头颅 然后打开腰间香囊 把他的天地双魂收了进去 完了 看到这一幕 左右使两人头皮发麻 如坠冰窖 第175章 底牌快 快 他们就在前面了 几股人马首持火把 在密林间穿梭 他们手里提着兵刃 狂奔如风 他们中 有怀王的密探 有地宗的妖道 有趁乱大街 渴望法器奖赏的江湖人士 当然也有柳公子 荣荣这些武林盟的人 以及部分表面凑热闹 实际是打算支援许英罗的狭义之事 李妙珍等人 拖出了四品高手 但无法尽数阻止相应的下属 弟子 小镇战斗爆发 德西情况后 各方下意识地离开小镇 搜寻许七安和那位神秘公子哥的下落 快跟上 迟了的话 许七安就被那人亲手斩杀了 法器还想不想要 杀许英罗会不会犯大忌 怕什么 老子已经易容了 人无横才不复 想要出人头地 总得剑走偏锋 没错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许英罗很可能已经被杀 则 那位公子身边的两个高手 急起了德 楼主 神圈门的门主 还有莫格的阁主 都挺身而出了 您待会儿 也要出手相助许英罗的吧 荣荣竭力跟住自家楼主 没有掉队 尽管楼主可以的降低速度 但他还是有些吃力 萧月奴身姿轻盈 不断腾跃 声音清冷 酒色莲花 我们武林盟想要 宝物本就是有能者居之 但是天才地宝得知我性 失知我命 而许英罗 嗯 荣荣看向楼主 萧月奴嫣然一笑 而许英罗只有一位 大奉多少年了 才出一个许七安 折损在这里 就太无趣了 所以啊 快点跟上来 迟了的话 许英罗就危险了 一方是拥有两名四品巅峰护从 且不缺法器底蕴身后的神秘年轻人 一方是同伴尽数留在镇子拖延 顶多只有一位帮手的许七安 胜负的天平朝哪一方倾斜 可想而知 荣荣笑了起来 用力点头 循着气机波动 以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闯弩发射的弦声 这几股人马 很快抵达战场 荣荣突然发现 前头的萧楼主停了下来 这位角色游物 郊躯明显一江 愣在原地 似乎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画面 惊奇的是 万花楼几位长老 包括荣荣的师父 竟是如出一辙的反应 他顿时明白为什么了 沉沉夜幕之下 穿着黑色镜装 扎高马尾的年轻人 持着一柄微微弯曲的窄口刀 另一只手拎着一颗鲜血淋漓的头颅 那是白日里嚣张狂辈 出手阔绰的年轻人 他竟然死了 荣荣瞳孔收缩 红润小嘴微微张开 这和他想的不一样 和楼主 以及大部分人想的都不一样 不断有人陆续冲出林子 来到山坡边 然后发现 其实战斗早已尘埃落定 那个神秘的 高调的 但背景必定身后无比的年轻人 他的头颅被许英罗琳在手里 给众人带来巨大的冲击 许七安看见了穿出密林的人群 约墨摆于人 分属不同势力 他朝那个方向扬了扬人头 目光锐利如刀 谁还要杀我 群雄寂静 无人敢应答 这里面包括地宗的道士 包括怀王的密探 他们对许七安抱着浓烈的杀鸡 但不敢站出来找死 许七安吃笑一声 不再理会 眯着眼审视两边的战斗 他 他竟然死在许英罗手中 亏我还以为他有多强 如此高调地发布悬赏令 我都已经下定 决定要冒着大忌杀许英罗 呸 没用的东西 那些决定要铤而走险的江湖散人 神色极为复杂 而那些担心许七安的江湖散人 武林盟的人 则如释重负 接着响起了惊叹声 杀得好 是我们小区许英罗了 他竟然敢主动杀上门 那肯定是有依仗的嘛 一个汉子大声笑道 原以为他的同伴都留在了小镇 不愧是许英罗 白担心一场 嗯 那位白衣术士是谁 那位美人是谁 竟能和一位四品武夫 打得难解难分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 那两位是四品巅峰的高手 只要能继续拖住 等待我地宗长老到来 露死水手尚不可知 一位年轻的地宗弟子 沉声道 他的眼神阴冷 充斥着恶意 一位裹着黑袍的密探 缓缓道 其实 他死了也好 无关大局 反而会让那两位高手 想必会不顾一切的报复 许七安冷眼观战 念头急转 一刻钟过去了 再有一刻钟 天地一刀斩的疲惫感 就会因为儒家法术的反噬 翻倍的回报 给我 而小镇那边 只有李妙真和楚元整 拥有四品战力 丽娜和恒远大师差了些 拖延不了太久 必须要速战速决 可是四品巅峰级的武夫 太难杀了 恐怕打到天亮 都未必能奋出胜负 许七安眸光闪烁 很快便有了主意 他高举筹签的头颅 大声嘲讽 所谓主辱臣死 两位 你们的主子头颅被我割了 为何还有颜面活在世上 还不快点自问谢罪 或者 你们想报仇 那就来啊 有本事来杀我 最好的激将法 就是踩着他们的痛处 狠狠嘲讽 为了增加效果 拉足仇恨 他故意做出 一副洋洋得意的小人姿态 果然 两名巨汉暴怒了 他们同样明白 想要打败一名金罗 一个四品术士的难度极大 相比之下 杀许七安要轻松容易很多 又能为少主报仇 当下 一个不顾炮火轰炸 一个不顾金罗男公 欠柔的疯狂反扑 甚至以受伤换取脱身的机会 一左一右 默契地夹击许七安 我这是左右为难了 许七安脸色严肃 且冷静 等到两名高频武夫 以常人肉眼无法捕捉的速度 杀到他前后不足一仗时 他轻声念叨 我在左矢身后 禁锢 他迅速吹了两个河里的牛皮 身影消失 两名壮汉身躯出现微微的凝制 但也仅是凝制 禁锢效果并没有达到 但对许七安来说 这一刹那都不到的机会 是他必须要抓住的战机 就在左右使身体凝制的间隙里 许七安出现在左矢身后 甩出了手里一枚黄色剑符 天地间光芒一闪而逝 左矢和右矢的身体突然分开 下半身还在狂奔 上半身跌倒 脏气流淌一地 两人的下半身互相撞在一起 齐齐倒地 双脚无力乱蹬 又过了几秒 极远处传来山体坍塌的巨响 人宗到手一箭之威 恐怖如斯 你 一 就算被人腰斩 左矢还是没死 眼睛瞪着滚圆 充满恨意地盯着许七安 许七安拾去的后退 不给两人反扑的机会 四平五夫的生命力极其强大 只要没死 就有可能反杀他 许七安不会犯得意忘形的低级错误 我有监政做靠山 身体里有一位大佬 手头上还有善良小依送的福建 比靠山我怕过谁 许七安嘲弄地看了左矢一眼 当着他的面 一掌把绸钱的脑袋拍成烂泥 这愚蠢的东西 你便是大奉太子 在我面前也不够看 左矢目自欲裂 南宫倩柔出现在左矢眼前 一脚踢爆了他的脑袋 断绝他最后生机 然后悬身 一个高抬腿 猛地踏下 又使得头颅也被踩爆 呼 人头抢得不错 许七安彻底放心 朝他笑了笑 南宫倩柔不给好脸色 还了一个冷笑 如果杨千换的加入 是灵光一闪的偶然 南宫倩柔 就是许七安的底牌之一 也是他今晚整个计划的核心人物 三比二的情况 必然会让绸钱信誓旦旦 认为胜券在握 绸钱提出单打独斗 便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 如果绸钱不选择单打独斗 那许七安就会让南宫倩柔出手偷袭又使 他和杨千换配合 三人合力先杀又使 手里压着底牌 战法可以灵活多变 法器倒是不少 南宫倩柔摘下左右使挂在腰上的皮革袋子 展开 看了一眼 妙目放光 一人一份 你别他 给一份杨千换 许七安也弯腰使起绸钱的皮革袋子 以及那柄月影剑 三人分赃完毕 杨千换收起现场的所有火炮和闯弩 双手分别按在两人肩膀 轻轻一跺脚 消失在众人眼前 又过了许久 几道强横的气息赶来 分别是密探天机 天书 赤城黄绿青蓝六位道士 他们见到分尸消首的三人 知道结局已经不可挽回 天机压抑着怒火 质问道 为何地宗道守不出手 年纪最大的赤连道长 笛声道 你忘记楚州出现的那位神秘强者了吗 若是道手出手 那位神秘强者跟着出手呢 道手的分身要用来争夺莲子 天机脸色一致 女子密探 天书酝怒道 你们三人干什么去了 闻言 赤连道长竟更加恼怒 咬牙切齿 莫格的阁主 还有神权帮的帮主 拦住了我们 粗笔的武夫 皮糙弱厚 难缠得很 天书不再说话 扫了一眼密林边的众人 叹息道 今夜过后 这批江湖散人 再也不敢与许其安为敌 武林盟的诸多帮派 也会因此出现分歧 有很大一部分会退出 形势不太妙 地宗的莲花道士们 心里一沉 月之山庄 刻鲁在地面的镇文竹衣亮起 清光凝聚 三道人影显化在镇法中 金莲道长 白莲道姑 以及三十四位天地会弟子 默默守在镇法边 见状 立刻围了上来 秋缠一冲在最前头 少女艳丽的眸光 款款凝视 许公子 如何了 问完 他凭住呼吸 一脸紧张 其他弟子同样紧张地 看着许其安 等待他的回复 杀了 许其安汗手 欢呼声瞬间爆发 天地会弟子脸上 洋溢着笑容 眼中却有泪光 秋缠一喜悦地望着他 眼里充满崇拜 金莲道长问道 那两个四瓶 许其安汗手 那便好 道长笑了笑 并不好 许其安几开弟子们 吩咐道 准备疗伤丹药 准备饭食 准备热水和干净的衣衫 道长 准备救我 他猛地一个踉枪 摔在地上 众人大吃一惊 欢呼声吓然而止 惊恶地发现 许英罗脸色变得苍白 双眼浑浊 皮肤变得干燥暗淡 四肢剧烈抽搐 气息断牙式下跌 心跳和呼吸趋于停止 这是利劫而亡的征兆 儒家法术的反噬 让天地一刀斩的抽干精力 升级成了利劫而亡 秋缠一尖叫一声 扑到许其安身边 吓得小脸惨白 金连道长急步上前 先探了探鼻息 然后搭脉 发现许其安的五脏六腑 都呈现出衰竭迹象 生机迅速流失 去取大补的丹药过来 去把我珍藏的 那株血餐取来 金连道长下 达一连串的命令 男公倩柔俯身 抓起许其安的另一只手 契机绵绵疏入 温养他的身躯 天地会弟子们 立刻行动起来 神色惶恐交集 女弟子们害怕地抹着眼泪 唯恐许英罗出现意外 许其安醒来时 夜深了 夜色静谧 纱窗外传来间隙的重鸣 油灯摆在小木桌上 火光如豆 让屋内染上一层橘色的光韵 他看见一个白裙佳人 坐在桌边 束手拖着腮帮 百无聊赖地看着他 咦 声音不是少女的甜脆 透着一丝慵懒和娇媚 许其安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开 又闭上眼睛 反复几次 你干嘛 他问道 可能是我睁眼的方式不对 我昏迷期间 守在身边的人 居然是你 你睁眼一千次 看到的也是我 苏苏娇称道 不喜欢我在这里是吗 或者 你更希望那个哭哭啼啼 要留下来照顾你的小丫头 嗯 叫秋缠一对吧 许其安你可真行 走到哪里 桃花债就惹到哪里 你是乡下准备用来配种的种马吗 事实上 和我有过深入浅出交流 达成友好管报之交的女人 屈指可数 许其安撑着疲惫的身子 坐起身 没好气道 傻坐着干嘛 给我倒杯水 口渴了 苏苏嘴上埋态她 行为却很乖顺 立刻到了杯水 你不能因为我魅力大 总是让女孩子喜欢 就觉得问题出在我身上 这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 许其安缓解了干渴的喉咙 把茶杯递还给苏苏 问道 怎么是你在守着我 苏苏坐在床边 握着茶杯 翻了个娇俏的白眼 主人说我是你的小妾 夫君受伤了 小妾当然要宽衣解带地 在床边照顾 于是就把那个秋缠衣 给打发走了 把我留下来照顾你 把一个标志的少女打发走 留下一个纸片人照顾我 许其安觉得李妙真用心险恶 问道 我昏迷了多久 她握了握拳头 有些使不上力气 知道这是身体 被掏空的后遗症 但能在一个时辰里弥补亏空 并苏醒过来 说明用了不少灵丹妙药 替我谢谢金莲道长 花费不少好东西了吧 许其安笑道 苏苏歪了歪脑袋 撇嘴道 这个天地会穷得要死 要让他们救治你 明儿你都醒不过来 是那个脑子有问题的术士救的你 杨师兄 许其安一愣 而后想起行医救人 倒是拍马也赶不上术士 便点了点头 不过天地会也尽力了 取了最好的丹药和雪餐救你 但那脑子有病的术士说 道事就是道事 穷酸地让人怜悯 接着便取出一颗丹药胃给你 听说那是和血胎丸一样 珍贵的极品丹药 苏苏说道 术士就是有钱啊 和人宗一样 都是狗大户 许其安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 心说杨师兄这次装逼装得爽了 一环接一环 苏苏 我没事了 你先出去吧 嗯 在外面守着 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扰我 许其安吩咐道 我还没成你小妾呢 就这样使唤人家 苏苏不高兴地说 快去 许其安在他指臀上拍了一下 等苏苏关门离开 许其安摘下腰间的香囊 打开绳结 释放出绸迁的魂魄